我覺得有一個觀點是這樣的 這個立文可能要了解 大陸每一年的 就是每一次的跟作戰 他用的都是自衛反擊戰 62年的時候也是用自衛反擊 那麼對越南的戰爭也是自衛反擊 還有赤瓜嬌的戰爭也是自衛反擊 還有黑蝦子島 也就是珍貓島的戰爭也是自衛反擊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大陸他在用兵這個部分裡面 他不是不會表現出他是主動侵略性的 而是你激的我沒有辦法忍耐了 我就只好動手 那這個是屬於自衛反擊戰 我覺得在這點上的解讀 可能有很要準確 沒有 這我贊成 這他們自衛反擊 現在誰打他了 所以你宣佈台獨的時候 你等於是觸犯了 他們的這個反分裂國家法的時候 他就是被迫 他必須要動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典型的一個案例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邱議員 他的談話了 他說這個誰是瘋了 才會去宣佈台獨 邱議員講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